你们好呀 今年已经是我站在王牌舞台上的 第七个年头了 一站就站了七年 在这个舞台上我真的遇到过很多人 有酸长淋漓的笑 淘洁笑心啊 有各种让人落泪的感动 你看全世界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 但我却在这个舞台上 遇见了我觉得是最棒最棒的王牌家族 王牌家族水土布布 越来越像一家人了 等你回家 我回来了 来说说我觉得转变最大的那个人吧 花花 梦一样的自由 那个曾经非常高冷的歌手 到现在呢为了节目 每天开始偷偷地练绝活 哎呀 你在逐渐腾画和灵画的这个道路上也越走越远了 同意腾哥跟灵姐去后面偶尔感受一下后面的 灵水的请举手 他两个眼睛都长那去了 他三十六季那个季指的是三十六个季呢 哎给你能掰的 他是他是湖北人是的 湖北人怎么了杨琴在喇 白喇白喇 家人们帮我报仇 你是真的长大了呀 你越来越愿意打开自己敞开心扉 去和我们分享人生的悲欢离合 我说妈妈 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活着 好好的去热爱生活 爱这个世界 我觉得你应该和我一样 是把这里当做家了吗 我知道每一季收官的时候 你都会去找导演组 人家一起商量 来策划家族的一个合作表演 这背后是浓浓的不舍 在我心中 画画 你就是这个舞台上 那朵最美 最温暖的花 还有小童 一个认真的小学生 虽然你早就大学毕业了 但是依然用学习的 较真的那种态度 来对待每一次在王牌舞台上的机会 听说她非常努力 对对对 太好 演的真太棒了小童 天下生意有来有往 哇 好香啊 好香啊小童 燕子楼空家人何在 双兔傍地走安能便我是雌雄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童啊 哥哥也有打眼的时候 打脸打脸 每一次努力都是你人生的一次历险 一次攀登一次照亮 作为哥哥我挺自豪的 你是那个最细心的妹妹 每次王牌家族要接受惩罚了 虽然你看似是被滕哥和灵姐推出来的那个哥 这两个人真是懂事 太主动了 那就我去后面是这意思吧 但你去接受惩罚的脚步是不会停的 我知道 其实你心里特别地照顾哥哥姐姐 你不想让他们去接受那些惩罚 那是一份家族的担当 给你竖个大拇指 说一句啊 你送我的那个大棒锤 我经常在用 敲哪儿哪儿舒服 好感谢你 谢谢 林姐是观众眼中那个浑身都会闪光的 浑身都是笑点的可爱女生 我是这个学校的笑花 我觉得你做任何事情都会非常非常努力 美酒美酒快出来 你还在上学 可我要结婚了 会用120分的努力去完成每一个挑战 赢了 这里是AKA饶舌王牌自我介绍 从来不用旁白 你只要求自己 做最棒的那一个 宝像女之光 站在你身边我可以感受得到 每一个你被观众喜欢的明场面背后 你到底付出了多少 那些是观众看不到的 玩完游戏之后 你会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会很心疼你 这句话剪掉 别剪 我看不下去了 我要特别感谢你 你一直在我身边扮演着一个隐形的主持人 当我没有办法去接这句话的时候 你会帮我去接 一尺六是多细个腰 一尺六啊 我都替你打包子变好了 谢谢灵姐啊 不然我就射死了 哪有射死 我们俩配合得多好 我觉得你是给大家充足安全感的那个人 姐姐还是你啊 我知道那样很辛苦 但我好爱你 说说好大哥 我的腾哥 我是王爷 赵仁腾 腾哥是那个看上去最会偷懒的 其实也是最懒的那个 准备换人了吧好不好 刚适应两个小孩刚适应啊 玩游戏 也是大家一致认为 最垮的那个 个人个人 哎给我给我是我喝的 说唱歌手 哈哈哈 这江苏卫视之大雅之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很奇怪 腾哥是最被大家喜欢的那个 我太碎了哈哈哈 王牌王牌 沈叔叔最帅 我知道为什么 你会默默地 关照每一个人 啊 不不不弄了 快脑话脑话快 哎妈呀手 孩子手冰凉了 花花唱首歌 腾哥嗓子都哑了 哥哥姐姐们必须 气氛给你拖起来 我的好弟弟 好 我的好妹妹 我特别能理解 花花现在那种心情 你这个哥哥 也一直从未走远 谢谢哥哥 还记得有一次啊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说腾哥 你选择朋友的标准 到底是什么 你的判断标准是 你行 我很感动 我觉得我被你认可了 谢谢 还有可爱的小宋弟弟 最后两期 你为学业的原因 所以不能参加录制 这个舞台的大门 永远向你敞开 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王牌老弟 高考胜利 我觉得王牌 就像是充电宝一样 会用快乐 会用欢笑 会用温暖 会用感动 来帮电视机前的每一个人 续上满满的能量 作为一直站在这个舞台上的那个人 我觉得制造快乐 是一件最难最难的事情 可你们一直在全力以赴 我也希望制造快乐的你们 每个人 永远快乐 爱你们 谢谢大家 其实他才是我们这里面 给我们最有安全感的那个人 沈涛真是对所有人 尤其对我们四个 太包容了 其实我特别谢谢涛哥 因为刚开始来王牌舞台的时候 给我很多让我就是 这一拍我得主动cue一件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适时地插这句话 但每次涛哥都会在那个节点 适时地让大家安静下来 然后问问我说 小童你这个环节 有没有要问某个哥哥姐姐的问题 我每次对稿子 我就经常会问的一句话是 沈涛知道吗 他知道就都吻了 对 我说我如果忘了沈涛会提醒我的 他能给我这种信任感 其实每次在录制的时候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想往前 比如说玩一些游戏 然后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 能玩得挺好 对 然后但是我不太敢 不好意思说 他能捕捉得到当时我的心情 他会主动地去让我去参与 然后我那一刻我就会觉得 就是有一种非常温暖 然后很懂我那种感觉 就是好像知道我很想玩 谢谢 谢谢